6月10日,阿拉斯加之旅,游轮带我们到了Juno 我们预定了早上11点15分的直升机 到Mandenhall Glacier 要先套上雪鞋,所以自己不用带雪地的鞋子 套好了雪鞋,准备出发了 现在我们已经坐上直升机 一次都会有好几架直升机一起飞出去 我们坐在直升机的前座,因为我们两个比较瘦小 地上的黄线就是我们上直升机时候必须走的路径 不可以走在黄线之外 现在直升机已经飞起来了 依照一般飞行的惯例 机长就会说 我们现在大家sit back and relax 吧 飞机起飞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地面的景色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水上跑道 可以看到有好多水上飞机 远方就是高山的湖泊 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飞机场 这就是Juno的飞机场 现在飞机已经慢慢地滑出去 这一次直升机的飞行感觉上还蛮平稳的 我们上一次在日本赏风之旅的时候 坐直升机去参观火山口 那个直升机就颠簸得很厉害 刚刚我们有看到 右边那边就是一个Galacia 从飞的方向看 好像我们是要往正前方飞过去 那远远的地方 有很多雪白的山顶 看起来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了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哪里呢 是他们这边一个叫做Mandenhall的冰河 就是Mandenhall Glacier 他这边的介绍呢 是说有一个人叫做John Moyer 他形容Glacier是最美的一个海岸 就是沿着海岸的最漂亮的一个冰河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冰河 这个直升机它会降落在冰河之上 除了欣赏美景之外呢 待会我们到了冰河 还会有解说言来告诉我们 它的冰河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说它的那个岩石它会上升四千英尺之类的事情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冰流 就是冰流瀑布 它是从那个Juno的冰地它溢出来 从这个Mandenhall Glacier溢出来之后 流出来的 这些都是一般比较难看到的景象 以前我们曾经在看过别的冰河 但是从来没有打直升机去看过冰河 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希望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